作詞 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資訊 李宗盛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親愛的觀眾 多謝你們收看《海捲遊憶》 啟示六七教會 的湯圓雅推拉教會 最近我和一些校長聊天 這位校長是天主教徒 我去拜訪他 他問我一個問題 他說如果有一個處境你會怎樣做呢 他說我的學生竟然有一個人打軟性毒品 他說你會怎樣處理 我立刻來帶他去指出你的錯 我就勸導他 他說不是 我不會做這些事 他說我立刻報警 叫警察拘捕他 我也有一點點說 那時候你學校的聲譽一定會受損 他說是呀 一定受損 那個學校以前是一間不是很高級別的學校 是一些很頑皮的學生 但是這個校長去了兩年 就已經將這間學校不斷的提升了很好 那個水準高了很多 但怎樣也仍然有一個學生這樣做的時候 他說如果我去報警 傳媒一知道的時候 又死了 一定是大做新聞 他說我很辛苦 經營到 改善到這間學校的質素 提升了學校的聲譽 可能就是因為這個人的緣故 再一次打 但是我不可以 不理他去報警 他說如果我來到沽息的話 那就糟了 當我沽息的時候 只是可能寄他一個個 那他不覺得有什麼問題 其他同學 他發覺原來在學校賣丸仔 都沒有事 那我這間學校就會怎樣 更加糟 我們的問題就會更加嚴重 所以他立刻去報警 但是他說去樂意 和法官求情 還有他有學校不止一個社工 還是兩個社工 就立刻跟進這個同學 關心他 提醒他 輔導他 他說最終現在這個同學 已經改好了 以前同學經常作對 雖然他看到學校報警 他要上法庭 但是仍然看到學校 是重視他 關心他 於是改變 今天有時候我也很怕 那些基督徒 或者教會有什麼 不要讓 免得成為教會的醜聞 當然我們要內部解決 但是絕對不可以輕忽 不可以隨便 有時候你看到有罪 不去指責 不去刑罰 這個罪子會越來越大 越來越污染更多的人 最後可能那個問題是嚴重到 你很難去想像到 所以你看到 在推下推拉教會裏面 有一個自稱為先知的 耶洗別 我們在上一堂裏面看到 耶洗別的背景 就是引誘子民犯錯 這個人就是引誘著 或者迷惑著 或者勸導著 在推下推拉教會裏面的人 不要一定有什麼堅持 但是現實一點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有些妥協 沒有所謂 在上一代裏面 我婆婆也是這樣 回教會 就是為了拿禮粉 拿通心粉 但她不是真的信耶穌 但是她繼續拜她的菩薩 我們會怎麼想 不要緊 吃這些偶像食物 跟他們交往 建立關係 如果不是的時候 將來你是做不成生意的 你仍然回來的時候 在主日的時候 繼續來敬拜神 這樣就可以了 今天可能在你身邊的朋友 也會這樣跟你說 不用這麼緊張 信耶穌 心不信便可以 不用這麼執著 又說這個不准做 那個不准做 很慘 很苦 不斷有人在勸導我們 叫我們世俗化 不需要受得這麼緊張 這些條文 但是神是絕對的 好了 神就給了機會 爺洗別 你一個的女人 和她的黨禦悔改 但很可惜 他們沒有 大家都去看我讀出 啟事錄的第二章 他說到 第二十一節 我曾給她悔改的機會 她的不肯悔改她的淫恨 好了 我要叫她病我再創 那些與她行淫的人 不悔改所行的 我也要叫他們同受大患難 我又要殺死她的黨內 叫眾教會知道 我是那賊漢人肺虎心腸的 並要照你們的行為 道應你們個人 原來神的情治 讓他餓病在床受患難 都是一個示範和警惕的作用 要让众教会知道我是严厉 杀鸡警候 实际上这些鸡是值得叫杀的 但是就阻止这个罪恶的蔓延 好了 今天我们会继续 看另外以下的经文 大家听我读出 第十四节开始 至于你们推牙推拉其余的人 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 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 撒旦深奥之利的人 我告诉你们 我不将别的淡子放在你们身上 这里很清楚说 原来在推牙推拉的教会里面 仍然有很宝贵 有很多弟兄姊妹 有很多基督徒 坚守着他们的原则 没有妥协 没有放弃 上次我说 以利亚 她做了很多工作 呼风唤雨了 你只是可以战胜了 那八百五十的假先知 顺便将她杀了 但是很可惜 那帮子民仍然如何呢 是心怀疑疑 没有什么所谓 不冷不宜 以利亚感到很失望 因为虽然呼风唤雨 但是当时的人仍然无动于衷 仍然心怀疑意 后来耶洗别落这个追杀令 去害怕 去走 甚至去自杀 他跟神说 神啊 你取去我的性命 因为我不及我的先祖 甚至我因为孤单一人 但是 神同伊利亚说 不是你孤单一人 今天我留下了七千人 未向巴力屈失 好心感受这句话 不是你一个人孤单走这路 但是有时就让我们觉得 我们自己很孤单 很可怜 自怜自怨 哎呀我这个处境我是最惨的 没有人可以比我惨的 没有人可以了解我 但不是啊 原来 今天有些人同样有这些经历 因时你觉得 你走这路很孤单 对啊 有鬼有什么 但我坚持 其他人都没有 但原来还有很多人 是忠贞于神 没有放弃他的信仰 今天 你不是孤单的一群 有很多是见定人 如同云彩 围绕着我们 所以 我看到很多先性先言 去努力的摆上 同样今天 我已经见到一些弟兄姊妹 很热切的为神 我就不应该放弃 甚至说原来 还有一些人 没有来 但是去听他们的教训 没有信从他们的引导 他仍然坚持 但特别 留意有一句说话 隔壁 不容易明白的 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 撒但深奥之利的一 原来可能在当时里面 也有些人 来教导一件事 就是一些很深奥的道理 他觉得 越深奥的东西 就越是神啟示 正如初期教会的时候 针对乐师底主义 就是说这帮人 是特别有智慧的 不是普通人 普通人你们 这些普通人是不明神的道理 于是说这些很深奥的道理 但我经常都说 神让他的说话 是给我们认识的 是给每一个属神的儿女 不是只是专利 给我们目者 所以神的说话 不是难明白的 当然我经常有些东西 因为有些历史背景 我们不是那么容易明白 但只要我们 在我们探究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容易明白 我自己一直都这么说 我讲道是不会有什么深度 因为我一定要将一些 就算是很深的道理 都要讲到较为显浅 用一些比喻 让他容易明白这个道理 容易吸收 不只是很高层次的说 你看看耶稣 他宣讲天国的道理 非常地显浅 用一些实质的生活 他们的经历 成为一个示范 你看看 天上面的雀鸟 他们又没有耕种 又没有收割 但是神都养活他 对不对 要是什么 不然怎么能够 你不是神不太贵 那么多人 难道神不理你吗 你有缺乏的时候 难道神不帮你吗 是很显浅的道理 于是是怎样 就是能够触动人的心 所以在这里说到 有些人可能在这一刻 里面特别 讲一些很深奥的道理 他们会说 哇 厉害 是哦 是哦 很难明白 哇 真的不容易 他就聂了 但原来这只是高抬自己 所以我經常提醒一些年輕人 其實我很經歷過的 當我講到的時候 這個字的原文 讀出來的原意 為什麼 於是一堂讀裡面很多次 多了很多希臘文 甚至希伯萊文 我跟一些後進說 不需要 因為讀出來也沒有用 不知道你適合還是錯 有時候也不記得你會讀錯 但我的會友 不是很熟悉希臘文的 大部分都不懂的 只要將裡面那種精神精要 講解出來 淺淺一點 我們容易吸收 這就是最重要 所以實在有時候都用一些東西 迷惑我們 就是一些好像很深厚的道理 下道理中間有些人不理會這些東西 接著就是勸勉 第25節 但你們已經有的 總要持守 值等到我來 記不記得 神讚賞他們 有愛心 所以勤勞 有信心 所以忍耐 甚至他們 以後做的事 比他們剛剛信主的時候 更加多 而且做得更加好 但不要忘記 當他做這些好事的時候 可能世人就會拒絕 否定他 但主耶穌的勸勉是甚麼呢 你們已經有的 總要持守 值等到我來 總要來帶他去 堅持 不會因為現在環境的轉變 惡劣 於是我放棄了 所以求神祢幫助我們 今天我們所擁有的 我們要持守 但是最後 就是神的祝福 那得勝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 我要賜給他權兵 制服列國 他必用鐵杖管轄他們 將他們如同搖護的瓦氣打得粉碎 像我從副領袖的權兵一樣 我有把神聲賜給他 聖靈向中教會所說的話 犯有義的就應當停 你看我講 推下推拉的教會 其實是很細的教會 但竟然有三個的祝福 第一神就說 遵守我命令到底的人 我要賜他們權兵制服列國 為什麼我講的背景 推下推拉很不幸 他們只是一個緩衝城市 他們在平原裏面 外敵入侵的時候 他們是無險可守 最終一定是怎樣 如果敵人贏的話 他們這個國家 即他們這個城市 就會被摧毀 他們就活躁在這些 這麼擔驚受怕的情況當中 甚至因為他們不加入工會 不同流合物的時候 就被人排斥 但神說不是 我會將制服列國的權兵 來賜給你們 所以都說 我們有一天會和他們 一起回來這裡 一起去作謊 現在你好像很吃虧 但將來你就是一個審判官 你要去審判 這個很寶貴 第二方面 他說到神說我要去審判 這一班的敵國 就好像謠仗 打爛那些瓦氣 那樣 農曆新年 香港就有年宵攤位 有很多人就賣那些 四季吉 或者賣水仙 那樣 好了 到年三十晚 到三四點了 就來收市了 都賣不完的時候 你知道他們怎樣做 他們就會把那些花 弄爛了 還要把那些花盆 拌爛去 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免得那些人 要是試過 當不拌爛的時候 如果那些人 早上五點多鐘 就來帶去撿 哇 整盆花 這麼漂亮 或者沒有人買這些 這些射骨 於是他整個抽 抽走 就發覺原來真的有些人這樣做的時候 免得這些人再拿 以至於 誰都不買 就等他們收工 就死了 他就拌這些 這樣的花盆 很容易拌的 就是那些 陶瓷器 不是漂亮的 那些 就這樣燒那些 花盆 一拌下去 立刻散了 為什麼主耶穌說 他是腳好像光明的童 就是要踐踏列國 這個是引用著 詩篇第二篇 其實是尼塞亞的詩篇 是指將來要來的軍王 他要加冕於他頭上 甚至說 我會給拳兵你 你來帶去怎樣呢 制服列國 甚至用鐵像 打下去這些 已經沒有用的陶瓷器 在自己裏面 立刻應聲而說 他說到 這就是我從天父裏面領受的 儀仗和拳兵 你都同樣可以領受 最後 又要把神星刺給他 神星是什麼意思呢 是morning star 是早上 而出現的一顆星 在天亮之前 是最黑暗的 但是神說 我如天上明亮的神星 就是帶給我們有盼望 帶給我們有祝福 在迷惘裡 神會引導我們前面的路 你們這些基督徒不肯妥協的時候 其實他們會覺得很迷惘 見到肯妥協的人 他們就怎樣 住大屋很高的享受 我去過泰北 跟著雲南那邊 做一些宣教工作 很大的感受 我去探望那個家庭 他們堅持 因為那裡很容易 運毒品金三角 就是回國內 但是當我們堅持的時候 他們就沒有什麼錢花 他們就沒有好的收入 那個地下 都沒有鋪平 所謂的我們叫平的地下 可能是鋪瓷磚的東西 是濕濕濕濕的土地 但是最大的問題就是 隔離再隔離 就是很漂亮的別墅 很高的享受 那些人就要什麼 那些人肯走私 肯販毒 於是便會賺到很多錢 就是說你堅持就不容易 但是神說我是明亮的神星 就是在黑暗裏面 我指引你前面的路 在迷惘當中 我會教導你怎麼走 所以原來一個很大的祝福 這個祝福是什麼 就是你現在這一刻裏面 你會失去了很多的東西 你很吃虧 但是神說 我會將這個權兵給你 你能夠去制服列國 第二就是 神說我有這個權兵 你帶你去粉碎列國 就好像搖帳找鐵器 打那些已經做壞了 不要那些的圖子 你同樣有能力 你帶你去審判列國 還有 我就是明亮的神星 我會來引導你 所以當我們肯堅持 當我們肯來遵守神的說話 說祂在目前 你會有些損失 但是呢 其實神一樣會祝福你 你不會覺得缺乏的 最後我想說 我穿這件衣服 為什麼呢 就是這件很美的 Polo術 穿得我都挺好的 正牌的 但是我在紐西蘭講到 許慈善機購買 一元紐西蘭錢 五個多人錢 OK 我會覺得 很好 原來我們為神擺上 表面有時候 可能是不及 那些人很有錢 很高享受 但對我來說 絕對不是一個損失 願意來 繼續有這個堅持